第四季节目 情况怎么样 打死了三十几个鬼子 小鬼子还剩下三十四个人 行 鬼子现在在哪儿 被我们甩后面去了 老徐 这次都亏了魏国兄弟 他的枪法太准了 你从哪儿挖来这么一个宝 那是当然了 他不光打枪打得准 周大哥 您没事吧 没事 哥 老徐 咱们得尽快离开这儿 住手 别闹 这么多别闹 好 你 趁点天黑啊 肯定能摸出去 鬼子只有三十多个人 这么大一片清沙仗 他们肯定不敢进来 就怕 怕什么呀 怎么了被我兄弟 快 让战士们把刺刀 把玉米地砍了 砍玉米地 咱们现在在下坟 万一鬼子放火 麻烦了 快 开玉米地 快 把玉米地砍了 快 快 把他们放火 把他们放火 是 你说得没错 鬼子果然放火了 别出事 大家说硬币 真是多亏了你啊 张文哲 咱们还双双子的 不多了 我都在 不 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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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撤 现在青沙杖已经没了 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那怎么办 哥 老许 老许 别管我 注意隐蔽 子弹已经进入体内 恐怕已经伤心肺部 现在我只能替他指血 必须马上送到根基地抢救 否则 快啊 快 你们两个 快把老师扶过去 快 抹着点 来 老忠 你也下去吧 阵列我来顶着 我下 离开子弹 几日 童格子走近了 凶速打光我们的子弹 冲上就和他们照顾 千万不能给他们机会开枪 好 快 给我打 你们 我们的人来建议我们了 快看 击击 地区 秦上的战魯 全呲 其他人跟我收 去 上车弹 打開 打開 射射 闪闪 停载 给我撤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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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把子弹退了塔 准备雪战的武士开枪射击 这种卑鄙的行为 是尤为武士道精神的 少佐さん 忘了吗 我是中国人 我从来看 你们的手段 没有人一人 在一起 是神战者 我从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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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東亚共和国家 你们 是中国人 从欧米的压迫 从欧米的压迫 是很可怕 少佐さん 我从来看 中国人 或 或是 灭烦 或是 做的 是 中国人 为了 成为 中国人 成为 成为 少佐さん 你 可能 是 吵架吗 那句话 是 武士 最悲的 你 绝对 你 你 听到 你 名字 周 为 国 好 周 为 国军 我 的 决定 是 是 谁 寄出 好 狗狗 中国人 馬鹿 变化无敌 变化无敌 不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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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 狗狗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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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来 开过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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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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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情况怎么样 拖离威胁没有 现在还不清楚 范医生正在处理伤口 徐连长 你别急 再等等吧 行 那您先忙啊 老周 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参谋长李勇同志 这位是我们连长许光荣同志 李长官 你好 徐连长官 你好 周伟光 徐虎 同志们大老远赶过来辛苦了 赵姐 赶紧安排一下 带他们下去休息 好 董 上 把他们带下去休息 看大宝 情况怎么样 伤口已经做了处理 暂时脱离危险 不过 蛋片还留在他的底面 蛋片在里面还叫脱离危险 那他现在怎么办 应该立刻动手术 我的建议是到城里找一家能做手术的医院 医院 医院说怎么样 那边有咱们的同志 让他们安排一下 这样最好了 不过要快 越早动手术越好 行 我现在就是准备 我亲自去送他 连长 还是我去吧 你是连累的主心股 我带几个证 不是 你去什么去啊 连累没我串目长了 这不还有李参谋长在吗 老徐 我同意二排长的意见 我毕竟只是来这儿看看你们的工作 三连的事情还得一个你来做 允许 允许 你 你去啊 注意安全 一定注意安全 是 周大哥 你放心吧 老徐他不会有事的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那我先去忙了 你们二位也辛苦了 赵杰 你赶紧在周卫国和西伍同志 下个休息 好 老周 西伍兄弟 来 谢谢长官 老徐 您单里好像没有周卫国这趟人 怎么的事 我也不清楚 来 来 行 老周 你们两个就现在这住下 好好的休息一下 我已经跟房东刘大娘交代好了 晚上啊 给你们做贴饼子吃 不够说 班长 许连长通知您 让您马上到连部开会 好 收到了 那你们休息啊 班长 咱们真就在这儿等八路了 这次战斗啊 这次战斗啊 都亏了这个周卫国 要不是他的指挥啊 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 很可能连学生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 黑山港战斗啊 黑山港战役确实打得不错啊 过程我们也知道 你也不用多说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周卫国和徐虎 徐书程同志有没有说过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时候 这个 老徐说是他的朋友 朋友 那他有没有说过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老徐说他回到虎头山亲自跟领导会忙 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吗 没什么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详细情况 赵班长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你们这一路互送的过程中 这个周卫国有没有出现什么奇怪 或者反常的情况 这个周卫国确实有点反常 开始的时候他发着烧 情绪很低落 不跟其他人说话 起初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来到虎头山的 硬是老徐活着生给抬着回来的 对了 就是昨天在黑山岗那个遇到鬼子以后 他突然间变了一个人 似的 一下子变得那么强啊 确实有点奇怪 除了在黑山岗 这个周卫国 还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别的 没有 起初我们不怎么认识 也没怎么说话 对了 范小雨一路照顾他 他可能了解得更多一点 范小雨 那这样吧 咱们把范大夫叫过来 仔细地了解一下情况 也好 这晚上去叫家范大夫 是 等等 那两个人现在在哪儿 我安排他们住在刘大娘家呢 你马上派两个战士 到刘大娘家陪着他们 告诉你的战士 注意 不要让他们在村里随意走动 也不要让他们接触其他人 这个 就是命令 快去 来 先把范小雨叫来 是 报告 进来 小雨 小雨 来 坐 坐 好 一路上 辛苦了啦 不辛苦 可还有件事想问问李苍某长 请讲 这一次整个护送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 这一路上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到了虎头山跟钱倒出事了 你们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间会到 应该早点派人去接应我们 对对 这是我们的失误 刚才我跟训练长已经自我批评了 就请范大夫原谅我们吧 对啊 原谅吧 都给你倒水了 我哪敢批评两位首长啊 对了 这大晚上的 两位首长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我那还有伤员呢 行 那咱们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小雨啊 是这样 把你叫来呢 主要想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想知道这个 周卫国跟徐虎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两个 原本不在我们的队伍里 但在徐州的时候 他们俩救过我 那个叫周卫国的 好像是老徐的老朋友 之前还救过老徐 当时 周卫国旧伤复发 是老徐决定把他们带回虎头山的 当时 同志们还有点情绪 不不还好带上了他们 黑伤港那一仗 要是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些情况 我们都了解了 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周卫国在路上 有没有跟你提起过 他是做什么的 以前有过什么经历 他以前也是军人 也是军人 嗯 他以前打过日本人 好像还参加过南京保卫战 我听那个徐虎 管周卫国叫团长 什么 团长 对 是团长 这 这弄了半天 他们俩是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 现在是国共合作 看与民主统一战线 你不是也看到周卫国 他们打日本鬼子吗 好 小伟同志 时候不早了 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 你这次执行护送任务 你路上辛苦了 早点回来休息吧 是 闹闹了半天 还是两个国民党军官 赵洁 你想的到底怎么回事 参谋长 什 什么怎么回事 你谈谈谈他 给老子带个国民党回来 参谋长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什么别生气 难道你不知 难道你不知 你知道我李勇最恨的就是郭敏党吗 郭敏党害死了我们多少新人和战友 对 我知道 可那是以前了 现在咱不是国共合作了吗 什么合作 郭敏党有跟我们真诚合作过吗 他们打他们的 我们打我们的 他们跑到虎子山干什么 曹部长 您说 您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赵洁 到 你马上带人 把那两个人给我看起来 不许他们擅自作动 跟审查清楚 他们来的目的再说 是 等一下 老许 到 咱们一块儿去 是 你们好啊 你看我刚刚忙完手伤的事情 这太有空 就赶紧过来看看你们 怎么样 吃得还行吗 好 谢谢 我们这儿条件艰苦 住得比较简陋 你们先将就一下 李长官太客气了 这次多亏了你们呢 救了我们的同志 立了大功 我要好好谢谢你们 理工就算不上了 大鬼子本来就是我们的笨分 好 事后不早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改天请你们喝酒 男总 好 少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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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子 睡了吗 没有啊 睡不着 怎么着 走 咱俩出去溜溜 好嘞 老周 你们这儿去哪儿啊 不去哪儿 随便走走 天都这么晚了 赶紧回去休息 不是 是啊 挺晚了啊 那我先睡了啊 好 好 可以 走 来 厨长 怎么着 不出去了 是不让咱们出去 怎么了 好 周大哥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樊大夫 还没水呢 我正要去找你们呢 你们 我们在你们这儿 不太受欢迎 待不下去了 趁准备走呢 不欢迎 谁不欢迎你们 你们要是欢迎我们 樊大夫 两个人把我们关起来吗 没有啊 我们没有关你们 是不是因为 你们的身份比较特殊 所以才 要不等调查清楚了 再做决定啊 什么 调查清楚 我们替你们打鬼子 救了你们的命 你们就这么调查 鬼才相信呢 去 可是你们这样 是离不开阳村的 那怎么着 闭嘴 樊大夫 你不会真觉得 你们那几个名杠韩瘦 能拦得住我们俩吧 周大哥 要不这样吧 你们在这儿等我会儿 我回去取点东西 很快就回来 千万别走开啊 他们会帮咱们吧 不会 周大哥 周大哥 这里边是一点干粮和钱 你们拿着路上用 樊大夫 有一件事 我没太想明白 什么事 你为什么帮我忙 这个 我不能说 走吧 aze 这两个人还真是不错 万一出点什么事 可就麻烦了 走 跟我去看看 是 正位 店长 店长 在里头吧 在呢 都睡着了 开门 好 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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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人呢 人呢 干什么事呢 两个人看不住啊 这两个人死死了虎头山 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抓过来 是 老周 老周 这位东京闹大了 要怎么办 天亮之前在这儿离开洋村的 就凭这点本事都想抓了 走 好 哪里的 班长 接下来咱们哪边走啊 哪能打鬼子 就往那边走 胡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了吗 要不咱往西 没准还会追上他们呢 行 那就这么办 不过 咱得先弄点吃的再说 好 我也饿得前行踢后背了 报告 怎么样 都搜遍了 赵 立刻调动所有部队 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抓过来 是 等等 参谱长 他们两个肯定逃出 咱们的范围了 再找的话 肯定会进入敌战局 弄不好 咱们也会有损失 不能再找了 这儿 找找找 去哪儿啊 走亲那儿 走走走 大爷哥 这儿这儿这儿 局长 局长 好好好 去哪儿呢 老总 我去对面 偷靠亲戚 偷靠亲戚呢 是是是 走走走 走走走 谢谢老总啊 下一个 下一个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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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起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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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你干嘛去的 一块的 一块的 是一块 是一起的 走走走 谢谢老总 下一个 下一个 是 报告长官 这些人一个都不许走 全部征用了村口 给黄邪军修炮楼 是 来 里面 走了走了走了 谁那么倒霉 这回早看起来啊 我怕他们他们给征用了 走 驾 参谋长 不行我就找几个人 不行我自己去 你说去 郑伟回来了 回来了 陈老师 辛苦了 郑伟好 三连连长许光荣 正在向参谋长汇报情况 连里最近怎么样 郑伟 你先喝口水 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跟着事 我怎么办 他在朝下 对了 我说 给我 那我带来 你我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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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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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老大 我让他们逃出来 你抓到这儿来 别他们废话了 你怎么样了 没事 不走 不走 明白 你怎么回事 有枪 三哥 三哥 李武 二哥 带几个兄弟下前看看 还有活口没有 好嘞 过去吧 你们走 看看还有啥阴火没有 走 别动肺 进去 进去 我们走走 看还有没有活去 有啥阴火没有 没有 没有 你这从事怎么都知道 你啥都没有 没有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 骗子贼你 真没有 行行行仗帝这么畅亮 你身上没啥祸 睡祸嘛 你娘可 急急急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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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动了动了 水祸 赶紧点啊 好 再动一下 撕裂 是 好阿姨 就这么点路费了 你看 你行行好你给留点吧 哪儿呢的废话 蹲下 小姐们 不要怕 我们是清风寨的 抗日好汉 张委员长说 抗日守土人人有责 今天我们来就是想弄点 抗日的经费 抗日经费 听什么呗 你们放心 不会都带走的 每个人 会发给你们一块现大洋 作为回去的路费 拿着 快 回去 路上如果遇到小鬼子 就说 遇到我们了 我们这些人啊 战不改名 错不改姓 清风寨 大当家的朱子明 就是我 兄弟们 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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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到了 走 这唱的是哪出啊 得两块大洋 这柱子明有点意思啊 班长 咱得转时间走了 一会鬼子就要来了 咱不走了 不走了 为什么呀 往西边追大部队 后年马月才能追上 咱就留在这儿 留这儿 跟他们上山寨打鬼子去 跟 跟着他们 能打鬼子吗 那也分谁带 来 是我让他们出阳村的 他们俩的身手都很好 我怕他们自己出了阳村 会和我们的战士起冲突 无论山道哪一方 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毕竟他们救过我 还帮我们打过鬼子 况且 现在已经是国共合作 共同堪日 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彼此 受到伤害 我的话完了 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 复合逻辑的理由 恐怕我在处罚你 你也不会服气吧 组织的任何处罚 我都无条件接受 陈一 谈谈你的看法 我觉得 范晓宇同志的考虑 和做法是正确的 许连长和 陈老师 有话请直说 是 理参谋长和许连长 保持警惕性 也是有必要的 只是采取的方式 不要过激 如果他们真是 国民党军队的军官 那我们更应该以礼相待 帮助他们去解决困难 我想他们这样来到火托山 一定是遇见什么困难了 当然 如果真像小宇说的那样 能够把他们留在这里打鬼子 那样就更好了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 脑子里的统战意识 还很强嘛 人现在他们是走了 可通过这件事 我认为啊 我们都应该增强统战意识 当然我不是说 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不对 但如果我们都有很强的统战意识 这个周卫国 就很有可能被我们所用 是 我一定加强统战宣传工作 好了 今天这件事 我们先不做定论 等邱团长回来 我们再针对这个问题 做进一步的讨论 团长 怎么不走了呢 翻路这座山就是青春寨了 这天快黑了 不急 就是等天黑 等天黑 为什么呀 你想啊 咱们就这么上山去 青春寨谁会拿咱们当回事啊 也是啊 那咱们怎么办 我给青春寨备了一份好礼 է 老板 那你平安 命啊 他不是板架 又是他 主人 你啊 快点 快点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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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小子 没事 来来来来 把我忽然 老嫂 我去看 哎呀 没事 来来 说废话 来来来来 他妈要你去你就去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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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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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枪啊 我扒你了 还动 走 把他架了 我扒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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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哪踢啊 你想让我多子救生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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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哪踢啊 啊 你想让我多子救生的 你们什么人 怎么进来的 啊 啊 我单在这儿呢 来来 大哥 您是不是在喊他们啊 大家不可以 吗 是ering 我们 你有没有 你是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一抹夕阳 思念也被带给远方 渴望的爱情藏在心底 带起行囊 远走四方 有些时候你我一样 挣扎着寻找方向 渐渐触摸到时间冷暖 也不寻常 也不慌张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生命旅程就是战场 别再逃避 别再失望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